红秀泉在广西安定后 就把家人都从花县 借到了贵瓶 而冯云山则没想到借家人过来 今天起以后 红冯两家的祖坟被刨开产平 冯云山妻子与长子 被官府斩首于广州 次次侥幸逃脱 虽然各处资料只在这里 淡淡写下了这一句 就没有再多做叙述 但估计冯云山内心深处 必定因为连累家人 而充满了内疚和痛苦 从他一贯的行径来看 冯云山是一个坚韧 克制而充满了温情的人 他不同于红秀泉和杨秀卿 他能上能下 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私人欲望 我看各处资料 说红秀泉在金田团营前后 就陆续娶了14个女人 五宣东乡称天王时 共娶了36个女人 组成36宫 部分资料说 杨秀卿和萧朝贵 在那段时间 也各有36个女人 应该都是广西客家的 大脚女性 不过 没有任何关于 冯云山的花边传闻 冯云山从来和他们不同 他是太平天国高层里 难得的表率 红秀泉 杨秀卿 萧朝贵三人好色 是没有疑问的 毕竟在南京后 相对可靠的资料 都记载他们 真的有很多很多女人 而且在分男女营时 他们要求别人翻营 自己却胡来 写到这里时 就得要理清一个问题 这些农民起义军的好色 是不是也能从侧面证明 这些人就是群历史垃圾呢 这个问题也常年困扰着我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 或者许多重要历史人物 都好色 往往通常会被当成污点 来反复编探 到底该怎么评价 这些人的好色问题呢 一直到我会用辩证法 来分析历史 才找到了答案 红秀泉等人的好色 确实具备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但在那个时代 手握最高权力的人 拥有大量异性 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而且我在阅读西方历史资料时 发现西方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的名人 都是一样的 性生活无节制 比如马斯克 简直就是匹种马 这人除了工作 就是在到处播种 跟女友同居时 又跟女下属生孩子 还睡了好友 谷歌创始人布林的妻子 最后跪在地上 求好友原谅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 菲利普亲王 前前后后 有三十个情人 和一堆私生子 甚至包括女王的堂妹 到了55岁 还在找22岁的小女友 伊丽莎白都一直睁只眼闭只眼 就连那个动都不能动一下的 物理学家霍金 也能跟照顾自己的护士好上而离婚 我实在想不通 动都不能动 怎么还能这么话 古代名人乱七八糟的性关系 就更不用谈了 彻底毁三观 没眼看 比如有人说贝多芬 就是女友太多 过于滥娇 感染了眉毒而耳聋的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 一个人的性生活 还是属于私生活领域 其影响范围有限 而且人一旦手握权力 就会不由自主地吸引各种资源 性资源只是其中之一 判断一个历史人物 还是要看他在政治 军事 经济上的攻击 看他对全国大多数人 造成了什么影响 至于他到底有多少女人 只要是自愿的 就是花边新闻 没什么意义 人无完人 尤其在性生活领域 更加没有完人 判断名人 看他的功过就行 不看他的性生活 凭一个人好不好色 去给这个人盖棺论定 是愚蠢的 成天盯着洪秀全的床有多大 研究他有多少个妃子 将主要精力放在这种事情上 靠这种离奇温乡的故事 吸引读者 是做学问做偏了 我们就不要抓着洪秀全 杨秀卿 萧超贵的小辫子不放了 虽然为你们说了几句 但是你们仨也得要争气啊 刚刚建立太平天国时的太平军高层 确实还是争气的 在今天搞完开幕式 1月13日 太平军向东 来到二十里外繁华的集市 江口须 奴动大军 是为了解决几万人的吃饭问题 今天那边的粮食 已经不够吃了 来这里 好把大地主和有钱商人抢一波 那个跟冯云山处处作对的王作新家 就在江口须 他的当铺和米店就被冲了供 关于王作新的结局 一种资料说 他带全家逃至五宣县 将自己死职四人编入团链 抵抗太平天国 最后四个死职全部战死 他自己活到了1870年病逝 另有其他资料则说 他全家八十余口在这儿 被太平军所杀 他逃出后在桂县 被山贼所杀 挪动大军的另一个原因 是为了接应过来会合的 罗大冈人 罗大冈是广东接洋人 带着一千多人入祸 也是代字禁组 打仗害凶 入社团后成了肖朝贵大马仔 使太平天国的一员前锋猛将 而且他比洪秀全更早信基督新教 曾在广州跟洋人一起建过教堂 跟洋人打得火热 但一直干高级蓝领的活 始终未能进入天国核心集团 经不了核心主要是两大原因 一是他不是纯客家人 是半客半朝 说的是一口接洋口语的朝周话 夹杂着一些以接洋语调 说出来的客家话 二是他曾经在广东加入过天地会 经胡一晃介绍入教 出身不够根正描红 拜上帝教在早期曾经模仿过天地会 比如续发流须 穿晚明时的服装 戴红色头巾 新成员入会时 有秘密仪式 说话时 有大量晦涩难懂的暗号切口 都是当时走江湖的常见手段 但两个组织 最多是偶尔联手抗亲 却从没有结成正式同盟 本质是一种竞争关系 有点像朱元璋和陈有亮的处境 拜上帝教 纪律更严明 组织更有章法 天地会则保留了大量黑社会喜气 抢劫绑架平时没少干 因此拜上帝教 有点看不上他们 当时来江口虚的 其实也不止罗大纲一货 还有另外八伙水贼 要不然洪秀全 也犯不着为了区区一千人入货 在这儿等他们 其他八伙人里头 像张昭这种害怕拜上帝教纪律太严 迟早弄死他们这些流氓 带着人马又四散了 最后还投靠了官府 帮助官府来打太平天国 这个天地会 后来有大批成员逃到了香港 一直到当代还存在 香港黑帮电影里 常常出现的三合会 就是天地会的另一个名字 都其风电影 黑社会里的许多黑帮规矩 也是清末天地会的一风 在大陆地区 三合会同其他黑帮一样 遭到了社会主义铁拳的毁灭性打击 已经不存在了 太平军的严明纪律不是开玩笑的 在芬南女营史 萧朝贵的继父萧玉胜 在行军途中 悄悄找到自己老辈过夜 第二天被发现后 夫妻二人被当众处决 萧朝贵以身作则 其他人更不敢违抗五大纪律照 太平军在江口区停留了没多久 二月中旬 清军又杀过来围剿 伊克坦布被击杀后 镇压起义素来很有经验的四川文盲军官 兼实战派达人向荣 刚刚搞定广西恒州地区的天地会 又被朝廷急着忙慌 召唤过来剿灭太平军 向荣带队赶到寻江南岸 跟吃了败仗的周凤旗部 云南过来增援的李能陈部合在一起 加上地方相身的民兵 凑了一万多人 准备攻打太平军 此时太平军共三万多人 不过算上家属估计能上战场的总人数还不到一万 清军整体占优 因此向荣十分自信 兵分东西两路来攻 向荣亲率东陆军 循州知府刘继组 带天地会叛军张昭为西陆军 但向荣这次太轻敌 不知道太平军深浅 以为还是他过去镇压过的黑社会水平的渣渣 不知道要面对的是有着常年泄斗经验 又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客家人半正规军队 东西路几乎同时欲服惨败 东路由洪秀全指挥 这也是有记载的他唯一指挥的一次战斗 太平军派人迎敌 炸败逃走 引向荣军队入竹林深处 扶军突然从两侧杀出 清军大败 向荣在乱军中逃得快 减回一条命 西路由杨秀清指挥 在驱甲将渡口埋伏 先用土雷炸死一批先锋部队 又将上游掘地堵住去路 伏兵再跳出来砍死进攻的清军 太平军此役损失了两三百人 清军损失一千多人 伏击战打得这么漂亮 倒也不是太平军有多强 而是此时的清军太拉垮 也就欺负下流氓地痞的水平 后面连续几仗 清军被太平军打出了心理阴影 都不敢跟太平军打白人仗 幸亏向荣有大量实战经验 懂得因地制宜 回去后召集高管开会复盘 拉出PPT总结教训 直到正面干不过这群汉匪 决定将太平军围困致死 陆陆自己带兵修筑室 水陆叫罗大纲原先的小伙伴 水贼出身的张昭 封锁江面 老司机向荣 确实点中了太平军的死穴 这时候太平军没有水师 手底下仅有一些运探船 竹力又是一群穷山老不惜水战 几万人要吃要喝 要是无法突围 会被向荣慢慢耗死 负责军务的杨秀卿 跟向荣对峙了一段时间 清楚清军有后援 而自己只是站在原地等死 便于3月10日深夜撤军 放弃北上计划 从今天回到紫荆山 3月11日到达武宣东乡 在这里建立了指挥部 武宣与向州加起来 仅2000清军 武宣支线急得想上吊 如果这时候太平军 向西北进攻 会势如破竹 一路拿下大城市柳州和桂林 但太平军侦查工作没做好 不知道武宣的虚实 反而在东乡驻扎了下来 不仅没前进 反而在3月23日这天 洪秀全正式登基称天王 又封杨秀卿为 左府政军师中军主将 萧朝贵为 政军师前军主将 冯云山为 前岛副军师后军主将 为昌辉为 后护右副军师左军主将 石打开为左军主将 这里有两处信息值得注意 一是出现了军师这个岗位 太平军主力是底层贫苦文盲 获取历史知识 主要源于评书戏曲 而评书戏曲里 诸葛亮刘伯温这种重要人物的身份是军师 太平军便很珍惜自创的军师 这个高级之称 很舍不得颁授给下级 连石打开这时都没有 后期也出现很多人封王 但不能封军师 二是 再次暴露出太平军高层政治水平 十分有限 这时候天国全员三万多人 能实际投入战斗的约七八千人 手头只有一小块 勉强生存下来的根据地 靠从五圈周边六七十个贫穷小村庄 补充粮草 大部分教徒 还过着吃粥缺炎的日子 生存环境恶劣 应该保持低调求生存 像朱元璋那样 广积粮 缓撑王才对 但红秀泉这么着急自封为天王 引起了蜻蜓高层的震怒 集中火力 将他们作为民间头号恐怖分子来围剿